由辅助支援向主战主用转变 是陆航部队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作为驻守在祖国东南沿海的新制作战力量 第73集团军模陆航旅改革重塑以来 加强与其他军兵种开展连演连训 探索陆航部队海上作战新模式 创新登陆作战激将训练方法 加快实现部队作战能力 由支援保障向主战主用转型 由区域防卫向全域作战拓展 闽南某海域各型直升机 由多个野战机场分批次起飞 一场陆航部队正建制跨海突防出击演练 紧张展开 多型直升机呈战斗编组 实施超低空绿海突防 向沿海某陌生岛礁快速激动 这次演练 陆航部队由以往的支援配属力量 变成了主战主用力量 合成 特战 雷达 无人机等多支部队 担负起助攻任务 我们要根据作战意图 自主确定打击目标 自主筹划作战 这样一来 我们不仅要完成单机的火力打击任务 还要想着协同其他战机 使火力发挥出更大的毁伤效果 由作战执行变为作战筹划 由支援配属转型主战主用 新题之下 如何顺畅指挥链路 是摆在这个旅面前的新使命 新课题 这次演练 部队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 创新构建数据指挥链路 飞行员根据敌情通报 不断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 对海上多个目标精准摧毁 卖过了从支援配属 到主战主用这条坎 无论是指挥链路 还是打击效能 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不仅作战样式更加丰富 作战空间也从单围走向多围 各样式舰的配合更加紧密 组舰出击 这个旅就大力推进自身 由近海向远海 由辅助支援向主战主用转变 然而 一次远海突击演练 暴露出直升机飞行距离受限 远海作战效能难发挥的瓶颈问题 为此 这个旅与海军某大队 联合组织跨军种着舰训练 探索陆航直升机 搭乘海军军舰遂行任务的作战模式 以往 受直升机飞行距离限制 我们起飞后 往往要计算飞了多远距离 什么时候该返航 顾虑比较多 影响了作战效能发挥 如今 由海军舰艇提供作战支撑 我们不仅可以飞到更远的海域 执行任务 还可以像在陆地一样 随时起飞降落 最新任务 在提高海上作战能力的同时 也丰富了陆航部队海上作战样式 攻克直升机海上极限飞行距离后 登陆作战又成了摆在群旅官兵面前的一个新难题 为了克服传统的单双绳机将 带来的机将耗时长 易暴露的弱点 他们成立了公关小组 通过查阅资料 技术讨论 模型论证 时装训练等 探索出一击八绳的机将训练方法 一击八绳机将方式 极大降低了滞空暴露时间 有效提高了直升机和机将分队生存能力 接下来 我们还要进一步扣细节 练配合 把一击八绳快降快车的核心能力练过硬 一场场实战化演练 一条条飞行航计 记录着官兵们空间客难 向战而行的足迹 如今 这个陆航旅不断把主战主用的作战目标 融入实战化训练中 道兵指挥通信 后装保障等各系统不断更新升级 部队低空突防 火力打击 激将突击 应急救援等各项能力得到提升 接下来 我们还要加到 基于陆航主体的实战化训练的难度 显度 围绕破解 全天候作战 海上作战 多兵种联合作战 等一系列训练课题 展开专攻精炼 确保育有情况 我们能够顺急起飞 圆满完成任务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在黄海某海域组织多批次多架次反潜巡逻机连续接力起飞 开展了一场实战背景下长航时大强度的联合接续反潜训练 部队全时段全天候反潜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 上午9点 出架反潜巡逻机依次起飞 奔向训练空域 对目标进行搜索 到达指定空域后 战机开始下降高度 声纳操作员将设定好的伏标投向指定海域 对目标海域进行全方位搜索识别 报告指挥长 发现可疑接触 继续保持高通 将目标信息上报转损 发现目标后 战术指挥长立即调整战术 根据目标活动轨迹判断方向 并将数据上报至指挥所 夜幕向里对一批战机接力升空 对目标海域继续进行不间断搜索 突然战机被敌雷达锁定 他们随即投放干扰弹进行战术规避 在数十小时的飞行训练中 我们经历了多次昼夜转换的极限飞行 强度大 风险系数高 容易出现疲劳 同时昼夜气象水文条件的变化 也对我们战场态势的掌控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训练中部队将训练流程与实战要求紧密结合 针对参训战机多 融合科目多 训练时间长等特点 每次飞行结束后 专门对飞行员训练效果进行量化评分 并就训练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 研究空中特勤 海上迫降 组织指挥等情况处置措施 确保整场训练安全实施 机场跑道作为特征明显 地域广泛的固定设施 容易成为战时第一波打击的重点目标 为检验部队排弹抢修保障能力 复战区空军机场保障系统 进行了一场机场排弹抢修演练 检验部队排弹抢修保障能力 演练以某机场遭敌多种型号弹药攻击为背景 机场跑道 滑行道出现多个大小不一弹坑 飞行拦阻 驻航灯等设施遭到破坏 排豹和抢修分队立即前往受损地域 排豹分队使用非接触式引爆弹 对机场跑道地面和地下喂爆弹进行清除 三 二 一 九 遗留在飞行区域内的各型喂爆弹药 对人员 装备 战机飞行活动 会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尤其是对抢修有直接影响的这些喂爆弹药 在展开抢修之前必须将其排除 经过勘察 跑道上共有四个不同大小的弹坑 官兵们使用推土机 装载机 按照散落物的大小顺序 对弹坑进行分层回天 基础材料按照历经大小顺序进行回天 主要是减少基础的空隙率 提高基础的密实度 那么分层回天完成之后 还要进行平整碾压 以确保弹坑回天基础 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弹坑经过回天和平整后 再盖上玻璃缸或者复合道面板 以抵御飞机起飞降落 对道面施加的压力 我们跑道抢修主要是用来承载飞机的起降 尤其降落的时候 冲击力肯定近百吨 这块的话对修复完的道面的基础的 扛赫载能力要求特别高 这块的话就要求基础必须是密实 达到可承载的力度 经过分队官兵们的全力抢修 机场弹坑全面恢复 跑道头的拦阻网 道面驻航灯等设施 也已同步完成作业 机场飞行保障功能得到恢复 еК modules 钥